當病人覺得消化不良 有胃氣 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有不同的胃藥選擇 有很多種胃藥選擇 其中一種我們是可以開胃燒達的 我自己都會開 以前都曾經開過很多胃燒達 其中是 不過不是所有胃病的病人 我們都會開胃藥 因為有胃藥的選擇有很多 所以有不同病人可能在吃不同的胃藥 其中一種是胃燒達 但衛生署現在還未公佈或會本收 要驗5至7天 但你覺得這件事不是太慢嗎 為何保障公眾健康 其實是一早要加 才能成功 我覺得是有需要檢討整個機制 因為這一次的胃藥 其實不是第一次發生 其實是2009年曾經試過 有同類的藥物 是有胃藥的 是曾經試過發生的 這些藥 其實在製作過程中 是不應該有這件事 如果有發現有這件事 是應該盡快去確實 以及去做一些 剛才你說的 怎樣去回收的情況 這一刻他仍然是 有懷疑和確實中間的時間 所以我會覺得有理由 要去改善這個機制 因為幾天都是時間 那你覺得會不會太慢 當然我希望會快一點 同意 那你覺得醫管局和衛生署 之間有甚麼要改的地方 我會見到其實 即藥其實是衛生 我會這樣說 解釋給大家聽 即藥是要向任何藥物 在香港售賣 都要向衛生署註冊 那他那個裏面那個 在哪裏來源 他怎樣製作 裏面有沒有毛群 其實在一個 發牌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都是有些規定的 那我相信 我自己的促請 就是衛生署應該 做好這個把關的工作 那就是說 不要只是相信 說當入藥的時候 藥廠說OK的時候就OK 因為說到文件上 我做得很充足的 所有東西跟著甚麼標準 那進來之後 然後才發覺原來有些藥 它的製作過程是有 會有毛群 或者那個衛生的情況下 那不是文件可以做到的 其實在一個把關那裏 要做得好 而這個把關工作 是由衛生署做的 我覺得是要一個清晰的 是跟剛才說 究竟是不是應該 有一個衛生署 一個清晰的信息 告訴醫生 或者告訴公眾 究竟怎樣做 我覺得是需要的 這一刻 仍然都是在說 有高度懷疑 和它確實 中間的空窗期 我們希望 醫生或者市民 接收的信息要清晰 和知道應該怎樣做 現在這一刻 我都不知道 究竟應該怎樣做 我自己會 我自己會 我自己會這樣做 但仍然都是要 當然 除了我的身份醫生之外 另外我的身份 都是要促請官方的立場 和說法是怎樣 我們都需要這件事 何必須要求 你需要現在 現在 你認為他們會 禁止這個 這製作的 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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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 製作的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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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你會取回那種疫苗 我們需要很明顯的訊息和解釋 所以你覺得你確定有訊息嗎 是的,我沒有收到訊息 所以現在所有訊息都由媒體 和相關的人 你覺得現在衛生署應該給一些指示出來 令大家可以安心一點 給一些指示到醫生 或者是讓大家去安慰 因為這段時間可以好處理嗎 一個官方的立場和說法 現在這一刻究竟現在官方對這個藥物 這個處理危機處理怎樣做 現在在做什麼 需要多少時間 這一段時間究竟 建議醫生或者是在覆診病人 或者現在病人所有上有的藥 應該怎樣做 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叫二燒達這藥 Enzyme Plex這藥 不是必須要吃的藥 即是說是不舒服才吃 或者是幫助消化 可以暫時不吃 可以用其他藥 也有其他的衛藥可以替代到 不是必須要一定不吃 血壓藥一定要吃 否則血壓就會飆高 類似的情況 是有選擇和可以有替代品的 一個很普通的藥 很普通的藥 甚至乎連藥房都買到的藥 而醫生剛才說 可以買到其他衛藥 這是其中一種 我們很多很普通的衛藥都會開 這是其中一種 而簡單說 不是所有的衛病病人都會吃二燒達 所以不是太擔心這件事 謝謝